OK,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这把比赛的话是一个天奇速的一个比赛哈,观战方的话也是一个花生寺,这个花生寺的一个胜率非常高啊,这把破造的是一个武装罐,双辅助门派的一个对拼,对面方是一个利武装,很潇洒啊,直接是被观战方当场摁倒,我有种不好的一个预感,我感觉对面的一个武装罐会不会是那种, 骷髅武装呀,为什么观战方是吧,哎呦,骷髅武装,我的天哪,起来就演雨,有点秀呀,观战方这个,疯狂压对面的一个视铁,观战方你要想赢对面的话得出锥子啊,你不出锥子的话很难赢,对招方起来继续演雨,我的天哪,观战方一把杜劫金身给到须眠,这把预判的不是很好, 对招方直接出宝宝了啊,你其实没有必要给这个宝宝上杜劫的呀,因为,哎呦,对招方,我感觉很大的一个几率会出宝宝,因为对招方的一个宝宝是吧,只有一只,毕竟还是不太稳,观战方拉须米, 之前也是经常给大家解说这个骷髅大堂的一个比赛啊,没想到,是吧,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啊,力武装当场超越了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一手烟雨,第二刀九千八,八千,我的天哪,暴击流,骷髅武装 对招方继续烟雨,我的天哪,这个烟雨清宝宝太舒服了呀,对招方人物的话就是见光死啊,基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对招方的一个暴击几率感觉非常高啊,你看,对招方也就是一千二三的一个血量,一千的一个九转拉起来,直接就可以烟雨出来 对招方的一个目标战术也是很明确啊,就是请你观战方的一个宝宝把你的一个宝宝打完,你作为一个化生寺就没有一个输出能力了啊,对招方拉了一手锥子龙龟 哎呦,我的天哪,烟雨第二刀一万四呀,对招方的一个暴击几率应该是满的哈 生命的圆圈啊,对招方一手舍身取义,给到宝宝 嗯,对招方一手舍身取义,给到宝宝 哎呦一手反正直接瘫倒 你关键方不能这样打 你关键方现在唯一能赢的一个办法 就是也要和对面比赛轻薄薄 关键方现在也是疯狂压对面的一个是铁 就是要去打你的一个九转 对两方的一个九转应该还是比较充足 应该还有五六个九转 关键方继续舍生 对两方拉出孩子 对两方如果就是说带这种漫天套的话 感觉还可以继续用孩子这样骚扯一下 关键方这个高反正的一个宝宝确实有点烦人 关键方还带了一组三把的一个龙眼 关键方的一个宝宝再配一只 关键方是有一个锥子的哈 关键方手持二速 哎呦我的天呐 光这一个豹子的话 对两方就得浪费了好几个九转了呀 对两方疯狂卡三百 关键方现在手里已经没有宝宝了 对两方继续烟雨 再次拿掉关键方的一个宝宝 这样的话关键方这个工宠的话 基本就是可以说是不多了哈 没有了 这个宝宝的话没有啥用哈 一手战敌给到前排的一个豹子 对两方只需要再拿掉关键方前排的豹子 OK 对两方很细节 卡一个四百的一个雪就马上可以出出这个烟雨 这样的话对两方应该是赢了哈 关键方没有能够和对两方这个反抗的一个勇气 你看对两方孩子拉起来 对两方应该是带了一组四百的一个雪哈 你看孩子拉起来 砍一个四百 马上又能烟雨出去 对两方换宝宝了 换了一手顺法的雷鸟 关键方轻这个雷鸟也得废一会儿功夫啊 你还砍一个四百 这样的话关键方这一回合是淹不出来了 但是这只雷鸟人的话 关键方根本清不掉 清不掉呀 清不掉 哎呦 对两方来了一手提 这个这个是黄灯叫什么 英雷的大幅度的提高这个伤害 比战敌要好用多了 因为他是一个持续性能 请给一千三出满天 哦呦我的天呐 关键方根本扛 关键方开始炸飞飞 但是炸飞飞飞的话没有用呀 对两方平A出了这个无魂 然后无魂舔了之后又触发了这个漫天 两千五再挑一手 恭喜对两方拿下比赛